网友们,我家这条黑狗抓回来养了三四个月 没想到养了三四个月后,这条黑狗越养越不对劲了 它竟然能通人性,能听懂人说话,最主要的是会跟人沟通 我全家人都非常的喜欢它 为什么说这条黑狗能通人性呢 待会我就表演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你们家的狗有没有这种的现象,会不会通人性 像这条黑狗呢,它刚扎回来的时候啊 跟其他的狗呢,没什么区别 也看不出来它会通人性 但是养了两三个月之后啊 才发现这条黑狗呢,竟然有灵性 能跟人沟通,也能听懂人说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啊 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呢,我就表演给大家看一下啊 小黑,叫 我叫他叫,他就叫啊 小黑,叫 看一下,我说什么,他就能听懂什么啊 我叫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听话 小黑,坐下 看一下,我叫他坐下,他就坐下来了 小黑,站起来 起来 小黑,坐下 我叫他坐下,他就坐下 叫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啊 能听懂人说话,能听懂人说话 能够跟人沟通的一条狗 特别特别的通人性 小黑,坐下 趴下 趴下 看一下,我叫他趴下 他就趴下了哈 特别特别的通人性 小黑,坐下 坐下 是不是 特别能听懂人说话 像这条狗呢,为什么说他会通人性呢 因为我们平常时给他吃东西啊 都会给他训练一下他 然后的话,他也知道他的名字 叫他做什么动作 他也会做 像去上街啊,买菜啊那些 就没训练到 因为也还太小 才只有三四个月大哈 还太小了 等他再长大一点的时候 长到有一岁多的时候 就可以训练他到街上去买菜了 提篮子去买菜 然后呢,看小孩那些都可以训练到的 这只狗呢,长大之后 应该都有五六十斤 四五十斤 特别特别的大哈 现在三十个月了 都已经长到了有三十十斤了 这样 只要有吃的哈 你叫他做什么 他都会做一无反复的哈 叫他往东 他就不敢往西 特别的有灵性 所以我的家人呢 也非常非常喜欢他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这么通人性的狗 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或者转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一下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